圆筆与拆架 小朋友啊 你的笔袋里面 有没有圆筆与拆架呢? 虽然他们经常 一起在你的笔袋里出现 但原来 他们曾经很讨厌对方的 让我讲个故事你知道吧 拆架一向都很不喜欢圆筆 因为他觉得圆筆很浪费 当他在张纸里画啊画 画得不漂亮 或者写错字的时候 他就会撕了张纸来 重新再画过 拆架觉得 圆筆真是一个大浪费啊 圆筆呢? 他就觉得拆架没什么用 只是不停将人家写出来的东西 拆走它 还要那些拆架碎一条条 搞到整张桌都骚髒了 今天 圆筆和拆架又在笔袋里面相遇了 圆筆望下拆架 就说了 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拆架啊 只是懂得拆走那些字 有破坏没有建设啊 拆架不服气 就说了 圆筷 圆筆只是一尾懂得写些东西出来 万一错了 或者画得不够漂亮 张纸就没得再用了 因为圆筆 都不知道用多了几多树木做纸啊 正当他们在你一句 我一句争论的时候 偶尖就说了 你们两个不用拗 其实圆筆和拆架 各有自己的功用 不如你们试下互相合作 一定可以画出一幅很漂亮的图画的 这个时候 圆筆开始画画了 只见它在画纸上面 走来走去 转眼间 已经见到树木 和花了 正当它在画纸太阳的时候 哎呀 圆筆滲一滲脚 太阳变了型了 这个时候 拆架出场了 它立刻将太阳拆了 令到圆筆可以重新再画过 就是这样 圆筆和拆架互相合作 一幅很漂亮的风景画出现了 好了 圆筆和拆架明白到 原来每样工具都有它的用处 就好像我们人一样 每个人都有它的优点 只要互相合作 就能够发挥到最大的功用了 就能够发挥到最大的风景画出现了 最大的风景画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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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